小白球不斷飛出拳雷打牆 這樣的畫面 幾乎成為中興兄弟熱身賽的日常 六場比賽狂轟15隻紅布讓 總計打下73分 儘管只是熱身賽 但猛向打線的胸看得出來 亮點在哪 又有哪些要注意 專業球評也有看法 少數幾位打者還需要調整 像譬如說周思琦 詹子賢雖然第一場打得不錯 但是這兩場也 譬如說有了球的掌握 並沒有很到位 都需要再調整 有好幾位選手在今年 在春訓的時候 在動作上有極大的一個修正 我們以林書毅來做一個例子來說 從他的一個啟動開始 他的重心已經做很大的轉變 然後轉變為他的一個揮棒的速度 跟他的延展性效果是非常好 四隊當中他是最早用一個一軍的 大名單的打線來面對他們自辦的熱身賽 也就是及早進入一個狀況 然後在各個位置產生一個良好的 黃山君打線火燙 但投手部分一直以來都是相較擔憂的一環 目前兩名洋將德保拉和羅傑斯都有出賽 但以內容來看似乎還在適應終止新環境 找來的四位洋將是不是有比較好的一個主宰能力 如果說掉了分數太多的話 整個打線的負擔面對對方的好投手 應該你就會打得很吃力了 要說焰貨投打表現 單瓶自辦熱身賽絕對還太早 但以今年春訓來看 兩位球評都點出兄弟總教練邱長榮 無論是對打者的了解和團隊的凝聚 都有加分的效果 比起勝負 透過熱身賽把麥找問題 摸索出最佳陣容才是首要任務 未來體會新聞採訪報導